股权 股权是整个公司 我认为啦 个人认为 在公司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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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OK 这股权既然这么重要 有什么用处 这个股权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OK 通常我们华人我们时常讲的 你帮我做东西 来来来帮我做东西 帮我做做做 我们会怎样讲 你讲我没有钱了我们怎样做 不用记忆 有钱出钱 没钱出 大家记得这句话 股权它就是这个 仿胜 它可以帮我们怎么样 这股权这个东西 我觉得公司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股权 然后它可以做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帮你找钱 OK 第二个 第二个 钱怎么样涨 通过融资 利 怎么样得到 基地 OK 所以 我觉得不要preview最好 因为我觉得preview是 好像浪费时间 浪费上课的人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自己每天做生意 我们做企业 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你还要来preview 这样子的道路 你直接上课好了 你还要花一个三十分钟来 preview 我觉得这个不 practical 也会干扰到人来上课 我觉得 我老板呢 就是我先生呢 你知道他怎么样叫他同学 他的朋友来上课的吗 你去哪里面上这些东西的课 如果你觉得不好 我自己退钱给你 我当把我退钱给你 所以我们至少介绍了超过十个人 十到二十个人来 从来没有个退钱 真的 没有 真的没有个人退钱 甚至有钱人上第一天的课 还会WhatsApp跟我说 谢谢我介绍他们去上这个课程 这个MOC这个课程 所以刚才我讲了 MOC是在这个 准备股钱去换钱 sorry 股权去换钱 这一个马发老师呢 叫做股权记忆 是怎样用股权去换力回来 好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我的组织 那 为什么要分享我的组织呢 因为我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来上课过后 然后它的结果 对吗 然后大家要知道它是 真的是有效这个课程 所以我就 先讲我的 这个课程了 OK 这个课程我们开始的时候是2001年 然后呢名字叫 Dr. Worms & Partners 就是当时根本没有partner 那partner就是我啦 所以说 Worms是我先生啊 partner就是我 OK 但是我们呢就是 两个人呢人家广东话讲话 谁一汗 谁一袋啊 去看了一间诊所 那时候呢 他 我现在一毕业出来的时候 也不是说没有 没有出去 就是去打工 也是有 可是那时候就业机会真的不高 你想像20年前啊 也没有多加牙医 邀请人啊 所以真的是 那个就业机会很少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选择在家附近一个 Horner 楼上 就开始这个创业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讲到你都会掉眼泪 你知道 创业的头三年 五年啊 我家里啊 我家里面啊 是 连这个 kitchen cabinet 都没有 Astroi 是我妈妈来到我家 我妈就说 你是不是真的是 嫁医生的我 我以为你应该 嫁医生应该 不至于家里 连kabinet都没有 连Astroi 都没有 真的我就是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把我们所有 每一天 不是赚啊 挣到的钱 全全部投回去给这间Clinic 每一次Clinic要钱 就是Clinic先买东西 我们家都可以买东西 我们家要等 所以Clinic先买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靠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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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钱 去开这间Clinic 所以这个是2001年 呃 不同啦 我们是 呃 就好像 Dato Pedicen 刚才是很想的 我们已经成为 就是今生 成为 马上最大的 这个雅客集团了 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要每次澄清我 说要 感谢神 就是荣耀贵女神 然后 Credit就是 汇给我的团队了 哈 这个 这个是 今天是这样子的 就是今天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规模 哈 好 那 那 我们 也把我们的这个 验警哲学 这个都列出来 这个是我们之前 还有上课之前呢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不成熟 所以当我们来 我上了LLC的课 我上了 黄泽贤博士的课过后呢 我开始真正 认认真真正 我们不是真的是有办法让你坐下来 慢慢思考你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品牌了 就是除了这个Dogglewap 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品牌 OK 好 这是我们的哲学 哲学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公司里面真的是要靠哲学 你要有一个很对的一个哲学 然后全部人跟 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 大家都有根据这个哲学就对了 哲学是很重要的 好 01年开始我们第一间证所 04年我开始 我的这个卖牙膏的公司 OK 这是另外的故事 今天我不讲这个卖牙膏公司 然后06年我跟先生的一个partner 他要出来 所以我跟他开了半间的Diving 08年我们才开第一间分行 然后接下来到10年的时候 你看01到1亿 10年的时间 我们就是这样子 挣钱 用挣钱的方式 挣到钱 挣到钱就做到 挣到钱 投回去做 挣到钱 投回去做 做了10年 就从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OK 当你把这样子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要找这个资金 就不难的 因为 你如果 能够想这样子 到这样子的资金 里面证明你还没有死的话 谁会借你钱 对 银行会借我们钱 所以 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我们是 用银行的钱 所以当时借我钱的有 OCDC Bank Sandard Charter Bank 还有 Mail Bank 所以他们都 借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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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就 继续的开 然后慢慢开 这个就是全部 Mail Bank Mail Bank 借我钱的 银行来的 OK 然后 过后 这一个应该是在 2016年 2016年我开始 上了这个 WMA的 这个MOS的课程 然后 我知道了 股权的第一个用途是什么 嗯 是不是这样 以前出钱有利 就有利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帮你出钱 所以帮你出钱 就是这个股权啦 OK 当之后 我们就 当然也不是一个很 草率的一个决定 大家要开始 你要做这个 把你的股权 卖出去给股东的时候 不是这么简单 也不是这么容易 嗯 come to this decision 不容易 你想像 你的本来是100%你的东西 你要想卖出去 就是把它逮流 我们叫做西式 西式 卖出去 不容易我跟你讲 尤其是我们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只有我跟我先生 两个人 OK 就好像要把那 baby 卖出去 有可能吗 就好像我跟他 要把那孩子 卖出去 所以要抗主日子 不容易 然后 我先生也是过后 我上了课过后 他大概两个月过后 来上课 然后他也是讲 他说第一天他上课 敲不动他 他不想卖股票 他不想卖股权 第二天上课 他也敲不动他 他也不想卖他的 baby 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到第三天 王博士真的是 一轮洗腦 一轮的洗腦 两轮的洗腦 结果呢 我们解释 为什么公司要上市 为什么一定要卖这个股权的时候呢 第三天 他终于OK了 他讲OK 然后我们就慢慢 一步一步 找什么去做 所以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股权 卖出来 融资 然后开给力 OK 开开开 现在大概 现在应该有67件 我没有错的话 你看我都不知道 哪有多少钱 OK 好 然后其中一个叫做SKY SKY 这个是不同的一个品牌 不同的一个概念 他是做比较高档 是这样子 你 如果你上黄博士的课的话 黄博士会教我们 呃 一步一步的怎样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卖给谁 中产一开始 你不可能卖给银行的 所以他是有策略 跟有这个SYSTEM去做的 所以为什么才要上课啊 如果 你不用上课 我给你 啊 我打做这个啦 我跟你说 我融资的经验 OK 很开心的 OK 你会遇到 豺狼 古报天使魔鬼 全部都会来 我最近的其中一个很经典的 就是在新加坡 然后我遇到一个 叫做VC 就是你讲的 这个 他们叫风头啦 VC 通常黄博士他的教育呢 他不会叫我们一来就去找风头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 OK 就是今天我听到我们一个学长 叫做虎哥的啊 他今天就在Erik 这个学院跟这些同学 Erik的学生啊 呃 分享说 他说 因为有一个同学哦 在这个 像我们这样子啊 过他国有很多学生啊 有个学生呢 就在系上面就问这个 问虎哥这个问题 他说 呃 我们如果要出来创业做生意 你觉得 呃 要怎么去怎么去办 然后 这个虎哥答了一个非常妙的一个回答 他怎样讲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呢 其实真的是 一生中我们做生意也好 创业也好 要有贵人 然后他说这个贵人是怎么样 决定会帮你的 贵人会突然间来帮你的 可是这个贵人是要看这个 要观察你的品行 如果你是一个有诚信跟自爱的人的话呢 你的贵人呢 你身边的人 会变成你的贵人 所以他要他 因为他主要是免疫学生嘛 所以他就讲说 主要人是要有诚信跟有自爱 所以他就讲了这个主意 所以黄博士回到来盖面里问那个问题 黄博士他是会先叫我们先跟可能身边的人 或者觉得你有诚信的人先开始 然后第二轮可能你再找这个风投 第三个你才找这个私募就是PE 在最后你才找银行 就是投资银行 而且如果你太想 人家也不要我们啊 对吗 我跟你讲 这个最经典的 他就跟我说他要来投 然后我跟他说 OK好 你投我们的话 我们要给回你什么 通常人家投钱 我们是给回人家 股权呢对吗 刚才讲到股权嘛 可是这一家特别 他说 如果你 我们投了你过后呢 你要给我们的是 conversible thorn 我就讲 我都没有学过咧 然后我就问他 什么是conversible thorn 他就讲 这个呢就是 如果你改天上市了 我这个变成股权 如果你 不 就是不懂怎样啦 他没有上市 这个变成栽 变成一个 thorn 所以叫convertible thorn 我听了 我跟他讲 哎呀 你明白了哦 真的 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哎呀你明白了啦 那接下来我又跟他继续谈了 然后这个真的是我很经典的 然后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其他的 你当你开始融资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看清楚啊 到底你本身是多少钱 跟你的公司是多少钱 如果你 你平时啊 真的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的话 甚至 你拥不到钱的 如果你公司六Value 也是拥不到钱 OK 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我们选择上市 我们其实现在是 倒数三个月 因为我上个月 我真的不上 所以我倒数三个月 要准备所有东西交给他 所以7月份 我为什么要交给他去上市 OK 为什么要上市先 我先回答为什么要上市 OK 记得嘛 股权 是回了 可以用来找钱 这样在股东啊 拿到你的这个股权的时候啊 他为什么要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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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要 要把那个钱放你那边去哪里公司 这些股票 Return Dividend 是其中一个 还有 钱金 对 这个钱金很重要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上市 因为牙医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fragile的 一个很脆弱的一个行业 你今天 你有做 你有钱 你今天没有做 你失去honeymoon 一个月下 回来你很大的 OK 因为一个公司是我负责出钱 其实我在公司 我已经尽量了 他们有自动化 自动化 所以我只是负责一个东西 就是出钱罢了 因为我觉得 我拿了股东的钱 我要负责 所以我要亲自 看过每一个条出器的钱 所以这个是我的原则 我的先生 他的工作 他是看pation 因为他还是医生 所以他90%都是还在看pation 10%做管理跟领导 我90%我都是看一样东西 就是看钱 因为我拿了股东的钱 我必须要对我的股东负责 所以我每一个钱 我没有交给CFO去看 我也不会交给他们去看 我亲自要看 因为我要负责这个东西 好 刚才讲会压抑了 如果他们选择一个礼拜不做工 那他回来他是没有钱的 OK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你有做过有钱 你有做过就没有钱 那我们要如何保障他们呢 就是给他公司的股票 当他拿了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呢 你的公司越大你的股票会怎样 还有肯定带路啦 这个是肯定带路的 你公司越大 可是还有一个一定 at the same time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更值钱 你的公司越大 对股权会越少 可是更值钱 我实际上问我的意思是一个问题的 我说 请问 你们要100% dottomons and partner的股票 还是要1%apple 当然是1%apple 他就问你的问题 蛤可以买1%apple呢 可以啊 你把你公司做的apple这样大 可以不可以 我想一下 你把你公司做的apple这样大 你不是等于1%apple了 对吗 好像巴菲特的股票 他的a股b股 不能买的 你把你公司做的巴菲特公司 这样大 你不是1% 你不是有的咯 所以 明白这个 这个道理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我为什么要把公司上市 其实做牙医 最confortable的方法 就是 一肩成熟 两 一个医生 两个护士 最confortable 你如果 每个月你有10千块 你一年就有 100千了 120千了 如果你一个月20千 收入的话 你就200多千了 所以 他其实是很confortable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一条 这么艰难的路 就是因为我很早很早 很早很早 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要感谢一个学长 这个学长们 他是卖保险 他是卖保险的学长 OK 在我还没有 大学毕业 我还跟我先生 这是part call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实 他说 你是牙医 你不是牙医 对吗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炒果条uncle 你今天有过事情 没有了 你老婆炒果条 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吗 可以 不好吃了 可能 可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replace他的老公吗 可以 你今天是牙医 我不是牙医 你老婆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replace他吗 不可以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的行业的脆弱 你的短板 所以他就深深的让我知道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一间公司 做到最high level 就是要给他去上市 那如果今天 我们hold的股票 不是 这个sowpermider的公司 hold的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那我先生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 我有问题吗 有问题 因为我 我不是靠他的手去挣钱 而我是拿着他公司的股票 去等他公司赚钱给我 ok 那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我孩子会有什么事情吗 就他 那股票滑上给他 对吗 所以 这个就是要他们持续经营 这个呢 就是 为什么我们想通了 就是那第三天他也想通了 他想通了 过后 就觉得 是要把公司上市 是要把这股份卖出去 你的股份 虽然你的公司的股份 会越来越少 可是你的公司同时也会成长 他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所以到时候 我们是宁愿拥有1%Apple 或Apple同等的公司 但是 都不要100%Apple同等的公司 因为不维持续 我万一我老板有什么事情 完蛋 OK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 我孩子 完蛋 OK 所以我们不想这样的完蛋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回来 要慢慢打广告一下 就是 我还是非常就是 非常鼓励 也非常感激 Doto Medicine 把这个课程带进来 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 我们上了Amosi的课程呢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你不会给人骗 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不会给人骗 那刚才如果我跟你讲 那个VC啊 如果是我没有上课的话 我会不会答应他 会 会 他很给的很爽的咧 他跟你讲 你要多少钱 我出手至少10个Million美金 10个Million美金 我们差不多40个Million 我们是千万咯 我好顺利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上个Amosi的课程 我们都不懂他 他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commodable bond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上课还是整个很重要的 知识是很重要的 知识是保护我们 也是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的一个东西 所以回到来 为什么我要上识 很简单 我希望可以去经营 然后给我的牙医 包括我自己的先生 一个保障 给我的牙医 他们的太太 他们将来的孩子 一个保障 就是 就是给他们公司 就是让他们有公司的股份 所以刚才讲的股份 除了 我把我的 刚才我讲我们两个人的baby 卖给我的股东 我也把我的baby 分给我的医生 我的护士暂时还没分给他们 因为不是我们的股份 在整理住 不是每个股份 你也是要上课 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股东 什么是董事 什么是管理层 什么是员工 股东 是选 董事 董事 就是做决策的人 然后才是管理层 然后是员工 所以很多股东 是他们 刚才我回到我刚才讲的咯 就是 如果你找来的那个是VC 或者是很大班的 他会放一个人在你那里 那个人就会 会 interview你 刚才 董事长讲一个重点 塞线啊 不是随你都骂你了嘛 你的baby 来的baby 随你都给他做开发面 不可以 员工也一样 不是随你都要给他股权 记录的 当他有记录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这个也是我上了麻烦老师的 技术班过后啊 麻烦老师就讲一个很经典的 他讲啊 你们听过 108个好汉上两个三个故事吗 这个在随虎传里面啊 他的意思就是啊 那个人啊 before他要加入黑社会 所以他要先看了人呢 我qualified 近黑社会 ok 你没有pack过腰 你不能近黑社会 对吧 同样的 他就讲 因为我给我的医生 这个 股权对吗 我也是要他们买的 因为这个是free 当他买了你股份过后呢 他就有刚才我讲的那个形态 他要1%的apple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努力一点装工 对不对 钱价少一点 他就会有这样的形态 可是管理上面呢 你基本不用管他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自己有那个自律了 他怕过你了 他有那个自律了 所以你刚才问我是 会不会每一个人成为普通过后 你会有管理上的问题 对不对 基本上他会捐减少 因为为什么 他不需要人管理了 他自己那个discipline会来的 他会至少一点点去偷懒 少一点点去请假 少一点点跟你计较 这么多一点点他也不计较 因为他知道公司他有份 他知道他要做 把那公司做大做到 好像apple这样大 他一把起apple的时候 那才有这样子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想象得到 就好像我前生讲的 他不愿意把 把baby分出去的时候 样样的包围 可是 当你分了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效果 真的不同 不过要分对人 刚才也是我在 那个ericum的那个 分享会上面呢 我也是学到一个 也是五个分享的 他说 坚持是对 不过 provided 选择 一开始选择是对 因为我们 在座之前呢 全部是年轻人嘛 所以他就 就讲了一个比例 就是说你先 先男朋友 选女朋友好 选老公选老婆也好 选择对了过后 你坚持的话 才会有对的结果 如果你选择一开始错嘛 坚持就是 浪费时间了 讲的不缺 当然我们的 市场的运作也要好 其他的也是不不可缺的 你的管理 你的市场运作 你的企业文化 这些都是 也是要做好 就是刚才回到我讲的 公司要有 这个企业文化 要有哲学 要有这个 愿景 要有这个 使命 就是这些东西 也很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今天的重点呢 就是我觉得 这个身为生意人啊 真的是要认清楚 认识这个东西不缺呢 不认识我们很吃亏的 真的很吃亏的 真的很吃亏的 很多人也是以为 你来上一次课 三天两夜 搞定全部都 但是是骗人的 对对对 我跟你讲 我上MOC课程 你知道我上多少次吗 你猜 猜跟我讲 是三次 我上了起码有十次 十次 十次 就是你才可以真正的理解 而且你一边做 然后你一边再上 上了再做 坐了再上 所以复训的是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 喜欢 WMA的制度 就是他有给复训 就是你可以 就是recourse 你知道吗 没有人这样神的啦 三天了 夜幕啊 马上可以上 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是要recourse recourse 然后 有一点 我觉得 WMA也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联系同学 我其实 MOC课程 其实除了在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 广播室也是有交 我去过其他国家的 同学会 没有马来西亚的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 WMA他们的 他们的团队 真的是很用心的去迎接我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